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说说GDP的故事 GDP的故事应该是这么讲 我们统计局更正了 进行修订了2021年中国的GDP 你看我们现在2022年要完了 对吧,2022年经济增长多少呢 还没有说 但是我们把2021年的GDP进行了一些修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修订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国内生产种植最终核实公告 公告显示 经最终核实2021年GDP限价总量为114.9237万亿元 比初步核算的数据增加了5567亿元 按照那个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8.4% 比初步核算人数提高了0.3个 反正看看这数据 数据完了以后呢 就变成2021年中国的GDP增长还有8.4% 8.4呢应该很高了 因为原来都说那个6%有没有啊 什么这个纳格呀 包括什么疫情啊等等 然后呢你2021年呢 我们核算了这么样一个数据 而且呢按照2021年如果数据这么高的话呢 这么一个基数的话 2022年怎么办 对吧 这个2022年到底有多大的增长 这个事呢还是要统计算嘛 对吧 统计算的时候呢 但是这个算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很难受啊 他越来越呢 好像不太相信这个统计了 因为他觉得呢 他实际呢 这个是在减嘛 实际上挺难受的嘛 实际上啊 对于这个GDP啊 怎么去看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话 你得看看汇率 为什么 说这个看看汇率 你就要多想一想咯 因为好多人呢 不都在说什么汇率扁扁值 就促进出口 就如何如何 汇率扁值了挺好啊 还有什么货币竞争性扁值云云 实际上呢 你到底增长多少呢 你用第三国的汇率去衡量衡量 对吧 人家那个世界上呢 说中国增长的时候 好多时候他也不是按照人民币算的哟 我们去注意一下嘛 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呢 你看原来汇率挺低的 六点几五以下 后来嘛 不就涨起来了吗 涨起来了 你看现在呢 你这个汇率啊 虽然说最近呢 跌了一下 但高的时候不是七点几吗 现在呢 刚跌到七以下 比起呢 两年以前呢 还是多了不少 而且呢 疫情呢 其实中国的这个汇率啊 上下这个波动也有个百分之十左右呢 对吧 所以你用美元合一合 这个数据就 故事就来了 所以我一直在说 你这个汇率贬值啊 是你促进了出口 还是国家信用受损 你要怎么样的去看待 对吧 然后呢 中国和美国呢 这GDP是缩小了呢 还是拉大了 当然美国的GDP 我们也说了 里头的故事啊 很多啊 又甚至比中国的水的更多 对吧 那中国这么搞基建 人家美国一算起来 那基建的GDP比中国高 明白吗 而且同样的合GDP的时候呢 你像国外的水泥是中国的好多倍呢 呃 然后呢 人家都是按照他的当地的价格算GDP的 对吧 你带你实际上你水泥建出来的建筑物不都一样吗 对吧 不光水泥贵好多倍 刚才也贵好多呀 对吧 人工还贵好多呀 所以这里头 原来人说还有一个什么购买力评价 那购买力评价呢 呃中国确实是占很多便宜的啊 购买力评价是会提高很多的 但是呢 你现在呢 你要是说我们那可比价格 你按人民币汇率算 一下增长了很多 那反正呢 你你还有一个 你按照第三国汇率算 你的GDP增加了多少 那就另外回事了 对吧 不能的话呢 像有些时候某些国家 呃按照本国货币一年那么贬值 好几倍的 你说他那个GDP增长了好几倍 好像也不太合适 对吧 然后呢 你按说可比物价呢 物价看你 看你怎么比 对吧 你同样的呢 因为这个价格啊 我一直在讲 像中国讲这个通胀 讲可比物价 基本上按照什么价格比呢 哎呀 我们按食品来比 呃对吧 呃或者呢 按照一些资源的工业品来比 就CPI和PPI 但实际上呢 你算这个价格的时候啊 资产的价格也很重要啊 对对吧 你资产的价格去中国呢 你这么算算的 收损很多的 你就这么讲 资产呢 大头 房子吧 房子的估值肯定呢 下跌了 还有呢 你看比方说 金融资产 股票吧 股票怎么算 对吧 你那个 尤其在加了汇率以后 怎么算 还有呢 债券也是啊 债券最近呢 走得也不是太好 但是呢 去年债券还是走得不错的 对对吧 你就说 它的这个GDP啊 只反映其中一个 尤其呢 你这个GDP里头啊 其实还是有很多延伸的层面可以思考的啊 就是看看汇率啊 看看购买力啊 然后呢 看看GDP构成啊 当然GDP怎么算嘛 你像美国呢 你花掉的算GDP 中国是生产型GDP 但是有些地方 但是有些地方它也算花掉的啊 那有些地方 你算起这个网店啊 网络科技啊 它那个烧了的钱 它也算GDP 那实际上呢 是在消耗其他的地方 把这几个经济层面的逻辑呢 都看一看 然后再看这数据的调整呢 你心里就坦然多了 然后呢 这么调整完了以后呢 2022年嘛 2022年呢 如果中国的GDP啊 你不看汇率 它还不增长 那实际上就有点难看 知道吧 因为2022年大家都知道 这个汇率嘛 俄乌战争后干什么干什么的 我们的汇率呢 那个还是贬值了一些的 所以你按照人民币去算这个增长呢 你如果还没有的话 那你按照美元去算呢 就非常难看了 所以这个汇率怎么算 怎么算这个账 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了 你用什么样的货币来核算 都是故事的 所以这个 很多时候啊 一个国家呢 这个汇率贬值带来的影响 你看现在中国 GDP一下子能是三个日本 怎么实现呢 中国增长快 只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那就是日本的汇率很难看嘛 对吧 那个日本的汇率也贬了好多嘛 现在安倍经济学到现在差不多 贬了5% 腰斩了对吧 他就是等于他这美元酸的GDP呢 砍掉一半 这是这样的差别啊 所以这样的那个人家说 日本还要促进出口 日本现在呢 外贸逆差 所以好些事啊 都是多方面看一下 其实中国呢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毕竟我们外贸呢 还是巨额的顺差的 但是呢 有一点不太好了 就是对汇率的会有压力呢 那就是我们那个财政收入呢 这个拐点可能到了 前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视频 来说这件事 所以现在呢 国家的那个压力啊 肯定比以前要大 但是呢 现在这个整个世界都不好 反正就是比烂呗 看谁能更能熬着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